在嘉義處境的華麗計程車行 局長越來越精彩 串流平台修西派行為立政三名 嘉義市政府和製作單位 特別在嘉義環境館基盤主題鐵店 經邀來映完曹佑寧 郭子前醫政丁朗來出席 映完站在車上在嘉義市区遊街選團 所教基礎引起民眾立正歡迎 拍了這部戲 華麗計程車行回到嘉義 當然有一種非常溫馨 而且好像回娘家的一種感覺 因為我們所飾演的所有劇中的人物 都是嘉義在地真真實實發生的人事物 這個戲劇現在在華市 在收視率方面腳線非常好 在我們LINE TV的平台上面 連續每個禮拜都是排在排行榜的冠軍 從今天開始到五月底 我們會在嘉義市火車站一出門 你就可以看到左手邊嘉義院景館裡面 看到我們這一齣戲劇 回家 回家的一個戲劇主題站的一個範圍 華麗計程車行由嘉義市在地作家 但正門元度少數來改變 戲劇當中可以看到很多嘉義在明鏡店 和在地人的書房美景 尤其鐵路邊的隔壁車行 讓民眾非常好奇到地在哪裡 英文也邀請說大局面來嘉義路由 看看戲劇當中出現的驚電場景 其實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每天早晚都要跟阿里山火車打兩次 打招呼 早上九點四十分 下午四點四十分 然後一個去 一個回 這個主景到底現在是拆掉了 那不妨可以發揮你的理念 想像力 想像力 到底是在嘉義市車站附近的哪一個平交道 對 因為我覺得它整個陳盛用起來很有年代的味道 所以就大家可以去那邊看一下 然後去感受一下那個氛圍這樣 英文站在車上有個選團 騎著很多角色在樓邊合上 車隊對中山路出發 射到噴水第一款 最後在百會公司前前 基本英文寄民會 華麗基林車行 主題鐵店 就在嘉義會車站前前的環境館 電燃會一直結束到五月底 歡迎民眾來參觀 記者酒屬性 蔡宏寶德